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心中的善库发出善来 恶人从恶库中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充满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 为了要在爱德中传达真理 必须先净化自己的内心 要求我们用心发言说话 这份招教彻底挑战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用心发言说话的例子 最先民也是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教会圣师方济各杀物略 他是一位聪颖的学者 多产的作家 思想深刻的神学家 17世纪初期 他曾任日内瓦主教 那时候正值课文主义 争论最激烈的困难时期 但他态度温和 富有人情味 并乐意与每个人耐心交谈 特别是与那些不赞同他想法的人 这使他成为天主慈爱的绝佳见证人 因此教中说 在教会内也是如此 非常需要去聆听和倾听别人 这就是我们能给予彼此最珍贵 也最富有动力的礼物 旧约真言中说道 柔语能粉碎硬骨 所以我们要摒弃所有好战的词藻 以及操纵真理各种形式的宣传 那些宣传都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 来扭曲真理 我们应该推动的传播形式 是从心中发出正确的话语 以驱散世人封闭和分裂的阴影 并且要建立一个 比我们所领受的 都要更加美好的文明 这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投身其中 而在传播界工作的人 更要有这样的责任感 好使他们的专业 为传教使命而全力以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